就是说他们可以利用足球 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了 在中国不就是这样 只要皇上喜欢你了 你他妈的放屁也是像的了 2001年吧 2002年 我当时在沈阳 我正好跟徐明到沈阳 不知道当时也是有点什么事 他可能去跟赵本山什么 有点什么的 我就不去 我自己在酒店 正好我到沈阳了 我跟吴宫康还是跟李时琳 我忘了 我说一说 我说生长在吗 我说正好我来这儿来看 他说行 反正你等一下 完了等会儿我告诉你 到过了一会儿 大巫说你来吧 正好生长都在 没那个我就过去了 那跟这个薄熙来 我们聊天 在最后他给我签名 给他在辽宁执政了 他的定位 弄了这么厚落的宣传的东西 他给我写上什么 华耀东什么绿营肖家 前面薄熙来什么的给我 到时候我晚上 我就跟他聊完天 回酒店 晚上我跟徐明吃饭 后来 这个这个徐明说 下午怎么怎么 我说没事 我去省长那儿看一眼 或者徐明说 卧槽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你赶快告诉我 跟我去 跟你一块去 就像这些孙子 他们唯一的目的 就想通过足球 他们好去认识当务二 他们没有任何 说有文化在里面 有传承在里面 要培养人在里面 要为这个行业好 纯属扯淡 是吧 在中共的体制里面 他们只有感觉 尚有所好 我就投其所好 愿意他妈的逗区区 他们都满数抓区区去 愿意你妈的唱歌跳舞呢 他们就去弄文工团 对吧 对吧